肉质 哇 不然那个酱也太好吃了 海中知名的50年的老店 哈啡肉有入口计划 嗨 大家好 我是Hara 我是Haven 今年8月11日的时候 2021年米其林 比比登的名单出炉啦 比比登它就是米其林集团 下面那只轮胎宝宝的名字 所以比比登名单也被称作为 平价版米其林 主要是推荐一些 可以评价去没有高品质餐点的餐厅 以台中台北为例 他们的评比标准之一 就是要用1000块以内吃到三样餐 台中总共有33家餐厅 其中有13家是新入选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从这13家里面 挑选4家带大家去朝圣 我们就先去第一家吧 GO 第一件我们就来到了 位于大敦路上的可口牛肉面 耶 这间是由一对爱吃牛肉面的夫妻 共同经营了13年的店家 就是他们的汤头啊 是用30种以上的中药 然后熬出5个小时而成的 店家他们有在他们的脸书 他们公告说因为最近人潮可能太多 有点没办法附和 所以现在他们的牛肉面是 才限量贩售的 于是呢他们11点要营业 我们现在还没有11点就来这里等 要进来了 那因为像一样这是二级警戒 店家一样有帮我们量体温 然后吃明治 那我们等一下就在用餐的时候 也是简单讲解 然后最后接位的话 会出去外面跟大家说 好那我们就点点餐 那我们今天要点的是 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 红烧半斤半肉的牛肉面 Bibi在他们名单上面 也有推荐他们的乳海带 跟乳牛肚 所以我们也都点点看 然后这是我的红烧半斤 半肉牛肉面 这样一分是210 然后给大家看里面有什么 两块肉两块斤 都蛮大块的 都是这么大一块 它的红烧味道很浓郁 而且我会觉得它油 因为吃红烧很怕 就会觉得它很油腻 但它完全没有 搭配的这个是细拉面 我来吃看 Q可是带一点点软的口感 牛肉看得出来已经炖得很软烂的 因为你看我这样夹 它就已经有一个断层了 这肉很好吃耶 肉超软 再来吃看牛筋 它牛筋的口感 也是炖到外皮也是很软烂 可是它中间还是会有牛筋的劲 外软内Q那种感觉 这真的很不错耶 接着我来吃它们家的卤味 它们卤味好像很有名 然后评审员也有推荐 它偏软 可是我觉得那个卤是卤的很入味的那种 但是我的比较 熟一熟都行的蛮甜的 因为很久没吃海淡 我来吃看看 这个也都很好吃耶 难怪现在整个大客马 那我们吃完了 就觉得这间真的吃起来 真的是很不错 就它汤头浓郁 然后肉的表现也很棒 就它那个肉真的很软烂 它11点开门大概10分就客马 外面还是大排长肉 它的最重要它是6日休息 它只有1到5 我们第二家来到西区向上路的 投资向李姐的店 其实这一家 我跟爸爸平常就都会来吃 他们就在想什么很好吃 所以就有人常常是 评价版的品太分了 而且而且它平常到用餐的时间 人就非常非常多 然后现在一路选BB的名单之后 大家一看 它给你叫号单 我们就点小龙汤包跟绿豆沙锅品 因为他们推荐的就这两个 好 我们现在来吃它的小龙包 皮很薄 所以就不会让我觉得有很重的面粉味 然后肉也给了很多 我里面也有汤汁 很好吃 然后这个是绿豆沙锅饼 他们这是现点现做的 不会很甜 其实大概是半糖的程度 可是它的那个皮好香喔 就是那个烤饼的味道 因为我之前拿来都是吃小龙包 我第一次吃他们家甜的这个饼 超好吃的耶 它里面那个甜的刚刚好 然后我觉得它外面芝麻味也有帮助 会让整体香气更加酷 它真的是没有那种刷刷的感觉 对 切得非常的薄 然后它又加点酱油跟香油去调味 有点滩滩脆脆QQ的 我觉得今天让我最惊艳是我们的那个饼 看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可是你会觉得 哦 这下得我那么好吃 猪肝也有让我笑 但又跟我以前吃过猪肝都不太迷 对啊 好 那我们再去下一家 接下来是美术馆附近的 咕噜咕噜原住民一月餐厅 它是由排湾族老板所经营的 提供的是市区少见的原住民料理 那他们的食材啊都是来自部落 然后还有青灾的野菜 嗯 而且它外面就有一个木造的良田 而且有很多跟原住民相关的图腾 或者是板式 让人家就很想要进去看看它到底在卖什么 我们进去吧 不大 可是很温馨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跟原住民相关的元素 你这个好像是毛吗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表演区 因为他们是音乐餐厅 所以好像会有那个歌手在这边住的餐厅 晚上7点到9点 它菜单上来 你看你是面图耶 嗯 都是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原住民餐厅 我们今天点的会是点春机一支600吧 这个是需要提前一天预约的 那还有其他部分餐点都需要提前预约 我们可以先去他们官网上面看 还有这个排湾族阿麦 他们就是原住民的那种米粽子 小米粽这样子 让我们也会点一个吃吃看 哇 因为它点很好餐 然后趁这个空等我们想要到外面看一些 哇 它上面比较像是那种沙发区耶 比较有小包香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 上面还有个独木招耶 太好了 在这里 好啦 那我们就下去准备吃东西 我们的餐点现在都上来了 很丰盛 真的 不过因为他们这里有低消 就是一个人是5块 所以我们就点了这么一大会 没错 看着就超好吃 我们来先吃沙拉 他们冰蘭花沙拉 他们说冰蘭花一年是开一次花 所以他们就趁它还横包待放的时候 把它拿来做沙拉 你看它其实有点像小米的形状 好妙喔 对啊 比较花这么好吃的 有点像花椰菜梗 它里面的配菜也是很丰富 因为它有很多种水果 然后也有坚果类 油醋沙拉的感觉 所以整道就真的是很清爽很好吃耶 接下来就是我们前一天就预定好了春鸡 它其实春鸡它生长在35天到50天的幼崽鸡 所以它的肉质会比白鸡还要再嫩一点 但是它上座的时候多香啊 真的香吧 它闻的时候是一个酱油加上那个蒜头的香气 它很贴心 要给手套 来来来来 哇 这个酱也太好吃了吧 咸咸甜甜的 超炸腿 而且这个皮真的蛮脆的耶 肉超嫩 然后这个会货血 这个会好吃啊 这个我们真的没来发 这个真的很好吃 暂停一下 我们先把它吃完 依依不舍送走刚刚的春鸡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安拜 就是原住民他们每个竹人都会有自己的小米粽 当然配料都会有点不同 但他们的小米粽是那种有贵宾 然后宾客来才会拿出来的料 那我们来吃吃看 外层可以吃的这个叶子 这是月桃叶 好香喔 闻着就很香 味道很简单 可是会觉得它好香 然后很清爽的一个粽子的感觉 它里面是有包就是这种三层肉 我觉得它里面包的这个肥肉 虽然看起来很肥 可是因为它有一点入口即化 所以不会让我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它吃起来真的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罐 是北部中的南部中的物一样 它比南部中的更年稠 那我们有点一个他们的调酒 这个是他们的小米调酒 摆喝喝看 你上来就可以边听音乐 然后边喝喝酒 哇 超放松的 你应该会喜欢微微酸 而且它酒味不会中 但是 嗯 黑板都说不中了 就真的不中了 我吃完了 哇 真的超满足的一餐 在这很丰富 而且几乎每一道都很好吃 那个鸡的酱真的是 占不绝空 没错 那虽然说这家 算是我们世间以来价位最高 但我觉得它是值得 因为毕竟在市区里面 这种原住民餐厅真的非常少 所以大家有觉得都可以来吃看看 嗯 好 那我们就接着前往下一家 好 最后一家我们来到台中东西的 成名桶控肉饭 是台中知名的50年的老店 而且据说他们的卤汁很厉害 是用冰糖干净 而且再加上他们的蜜汁卤汁去调制 因为目前他们是没有开放内用的 所以我们就会外带回去吃 那我们就会点餐 控肉饭有分三层肉跟腿铺的 那我们两种都会买来吃吃看 走 好 我已经买好了 然后他们有三种酱料 就是有蒜泥甜辣酱跟豆瓣酱 然后老板娘说这三个都可以吃 在控肉饭上面吃就会很好吃 我们就带回去一起吃 好 我们买回来啦 然后这个就会腿酷 然后这是三层肉 脂酱 再分开了 皮好Q喔 可是它又不会都过分软烂 肉的部分的话它算是印有乳透啦 在你嘴巴就慢慢散开这样子 我蛮想它酱的 它酱汁是咸甜的 嗯 它酱汁是很好吃的 我来吃它三层肉 它的肥肉有入口即化 他们家的皮跟肥肉表现得到很优秀 就不会让我觉得有那种肥肥腻腻的感觉 但我刚才还是比较喜欢腿部 我觉得它的皮太好吃了 我很喜欢它的皮很棒 老板娘给我们三种酱 我跟你讲这已经80%冬犬 台中人的甜辣酱就是冬犬 嗯 哈哈哈哈 好爽 这个辣的蒜泥耶 很蒜耶 完蛋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蒜味 它是说豆瓣酱是偏咸 然后冬犬就是会带有一点甜甜的嘛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你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再去加 好 我们吃完四家 我觉得很难说特别喜欢哪一家 因为四家真的都是很好吃的 只是它们的类型不太一样 除了原住民那间价格是比它们三间高 其实我觉得普林台真的是 我愿意花钱去平常就吃的 不过这次入选总共13家是新的嘛 我们只吃了四家肉 其他家其实你平常也有吃过 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讨论 看哪一家很好吃 我们就私下再去吃 好 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分享 然后客气小铃铛 如果想看我们拍什么类型的影片 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们说 那视频见 拜拜